把咱孩子压着了 你的葛优他挺爽 祖爷的孕妇 看看我们伙计 奋战到了最后一刻 终于休假了 你这一休休多久 也不长 北京产年假是158天 泡沫产的话再加15天 去173天 我叫着你这开班之后 领导还要你吗 那劳动法保护我 那你不能看出我 我已经坚持到最后一刻了 这都快38周了 其实我本来还想再坚持坚持的 上次去产典的时候 医生不是说 腿也容易破水吗 让我多注意一下 我寻思 我在公司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还得爬楼梯 是吧 那干脆就休了吧 不是 伙计 我哪看你眼睛肿了 我追剧追的 又肿又红 太感人了 我边哭边追 边追边哭 中间还睡一会儿 醒来接着看 就孕妇那个情绪波动 尤其是哭 那孩子在肚子里面 那表情猙獰的 你可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表情猙獰 你看点喜剧 你看悲剧干什么 我看的爱情片 不说别的 我这距离 生宝宝还没几天了吧 你赶紧那啥 你给我好吃的都安排上 我天天要吃点麻辣汤米线 酸辣粉那些 人家说剩完就吃不了了 那水果撤离子 小草莓都给我整上 一天一盆草莓 一天一盆车里 啥少了你的啊 榴莲蛋糕车里 哪个少你的 这一桌子吃的啊 我是发现了猫哥 那之前上班的时候 那天天早上跟上坟一样 还跟同事吐槽领导是吧 就不想上班 就想在家躺平 你真正的躺了一天之后 你发现上班挺香的 不是 这在家你跟婆婆聊天啊 我们方言都不太通 我聊啥呀 榴莲 你不想体会吧 你以后相处的日子还长呢 你说我这第一天就这样 你说我这慢慢的 长173天产假 我应该干啥呀 我出了月子 要不我一个人环球旅行去吧 你去哪 你去乌克兰呀 你 霍姐 你刚说的很轻巧啊 这孩子出生还出游呢 我看你天天家里的事都忙不完 除了我 你也得分担 你知道吗 我怀他十月还不够分担是吧 就是啥体力活 我完全可以承担 就是一些需要脑力的 培养孩子得靠你呀 是吧 比如说说话的艺术 情商怎么提高了 智商肯定随我 没啥问题 你呸 但是我啥 我听我同事说 你这生完孩子之后 生活180度大转弯 大翻转你都 说是什么 刚出生你要学着学那 这当爸的 整夜合不了眼 这当妈的也是 什么为哪 这呀那呀 的啥都得操行 再大点 快上幼儿园 再上小学初中 再往远了大学 咱就不说了 反正每一步 都要面临很多的问题 大学毕业后 你得考虑他工作的事吧 他有个好工作之后 就该找对象了吧 找了对象 你得想着他生孩子了吧 生完孩子 你得伺候跟照顾吧 孩子又得烧鱼儿园了吧 没完没了 是吧 你倒是挺明白啊 所以我现在就是 既紧张又害怕 又激动又恐惧 就是又想他出来 又不想他那么早出来 就还挺珍惜 跟他合体的 这些日子的 你说 刚刚又拆了一大堆啊 嗯 这整件啥呢 这是啥 这些啥 纸尿裤啊 这么一箱子 这这么多包 哎 这纸尿裤都是刚需 都用的可废了 你知道吗 人家说那月子里 光NB码都能用个二三百片呢 这是就是给孩子磨牙的那种 小玩具啊 啥的 真的啊 这是啊 这是那个什么 小帽子呀 你看多可爱 这是棉柔筋 就给孩子擦屁屁呀 啥的 那废话给你买的呀 这不合这一套吗 这 是啊 算不算 你这天天整个花里哭哨的 这姐妹们 第二个再给我评判评判 这活姐买这 实用不实用 不实用我立马给她撤了 哎 我就不信了 某哥 我买点这纸尿裤 还有棉柔筋 明天大家还能说让我退了 你现在这 休假的天天是不是没事 就逛某宝了 那谁能拦住我 你就说 你那远程监控 你要再把那大件什么 整回来 我直接亲走啊 这还好 没那么占地儿 用完就没了 那东西用完 都有在那放的 行了 不跟你说别的了啊 12点 你赶紧睡觉吧 我可休假了啊 明天你把漏钟关一下 别打扰我啊 你赶紧睡吧 我一会还得追剧呢 你也赶紧睡吧 我不睡 我不睡 赶紧睡